秋夕晚燕第三集 我们都知道我们通称的国画 它主要是用仙纸、用毛笔、用墨跟矿物原料为主 还有一些其他的颜色来画出的绘画 表现出笔墨的精神跟追求意境的内涵 所有的作品的呈现 都是主要要表现出作品的美感跟艺术性 并不在乎表现时候的过程 因此像以书法来讲的话 书法都有一些有几个固定的直笔方法 并不在乎表现出来 那绘画也是一样 绘画的直笔方法又比书法更自由、更开放 因为绘画表现的这个笔墨的变化 还有这个画面的处理更繁杂 所以书法国画就是说它一定要表现出笔墨的精神 还有要表现出绘画的这个意境出来 并不是只是一个用线纸、用毛笔去画的问题 只要能够表现出来的方法都是好的方法 就像这个邓小平所说的黑猫白猫会捉浩子的都是好猫 而且呢现在的很多的计划 只要能够融入国画里面也都是好的方法 就像现在中国人一样 你说现在每一个人还穿长袍、马褂吗 大家都穿西服 大家都穿洋装 但是呢并不因为他们穿这样 你就说他不是中国人 他还是中国人 因为本质还是 绘画也是一样的 所以一直讲说观念要跟随时代 不要使脑筋 拟骨而不画 这个中国历代有很多伟大的画家 那这些画家累积出来的 这些就是我们优良的传统的国画 所谓的传统的东西就是被我们后人所珍惜而保存下来的 那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仙人留下来的财产 遗产 当然呢 最好不要成败家子把他背后光了 抛弃了 但是也不能像守财努一样 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这些 我们祖先有传下来的表现方式 绘画的一种表现方式 我们再把它发扬光大 做更好的投资跟利用 这就是我提出现代国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前景 现在呢我们继续 这个上一集 我们再加了一些松树上去 加了松树那可以让这个比较单调的这个山木呢 再增加一些画面的变化 因为松树它有各种的这种树的姿态 它可以直干斜干 或者是重生或旋来或扭转干都会有 那山木是很平直的就是直干 没有其他的变化 而且高山上有很多的真叶树 这包括松树山木 或者是一些这个柏列的树 我们加了这些树直接用墨色化 也可以再增加画面的分量 让这个画面的墨色啊更更重一点 让画面更沉稳 我们都知道画山水很重气势 那重气势一定要有分量 那这个分量呢 在笔墨上的分量就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的成分 那远的这个松树呢 我们就画小一点 利用远近呢 就远近的关系 远的树比较小 近的树比较大 这个也是古人所常讲的 葬山尺数 寸人分麻 这个概念 那有些这个以前的这个理论呢 到现在都还是可以应用的 当然呢 不合时代潮流的 我们就是要改良 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比如说像书法的直笔法 原则上 它有一般我们书法界常用的直笔法 但是有没有想到说 当有人在示范写非常非常大的字的时候 拿的笔是笔杆就像一根大木棍的时候 你怎么用那个直笔法呢 用传统的那种直笔法呢 对不对 那个你在抓的时候 就像一般抓棍子一样 那你说这个 用这个抓棍子写出来的字 就不是毛笔字吗 它只要写得好 都是对的 这个更远的这个山上的这个松树呢 我们主要就是让这个山木呢 在穿插这个松树增加变化 还有就是增加墨色的这个分量 因为我们原来的底子下 用点插明暗法做出的树种 那都是属于一种扩曰类的树种 这些用点插明暗法流出来的这个树叶呢 它留白的地方 就是要呈现出这个秋天的这个色调出来 这样也能够呈现出颜色的变化 让色彩更鲜亮 我们现在在下面加的这些松树 也就是呼应整张画面 那这个近景的松树我们就画得比较大一点 像这个一般长在这个山谷山凹的地方的松树 大部分都比较姿态会比较立直干的方式 长在悬崖峭壁的话 它的枝干的变化会比较大一点 这个像在房山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栗子 因为在这个山撈山谷的地方没有风在吹 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呢 就比较好比较不是那么恶劣 越恶劣环境生长的这个松树呢 姿态越美 这些松树加出来以后 更可以拉出跟桥之间的远近的空间 现在我提出现代国画的观念就是要把在绘画上能够表现的任何方法 我们都可以把它加入国画的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事实上就像处理西化的这种绘画的方法 并不是说这个是谁规定一定是西化才可以用 这个本来大自然界就是这样的情况 像这个西洋画画树都是用明暗的方式 那事实上自然界的这个树啊 你看的树呢都是明暗的方式呈现 上面有阳光照下来底下比较暗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并不是专属于任何一个画的这个画种或者是表现的形式 本来就可以应用的 但是呢应用这些新技巧而能够保留 这个国画最根本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就是笔墨精神 还有一个内在的形式就是一个意境的追求 艺术性的追求 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 只要这两个元素保持着 基本上这个还是以国画的方式 还是以国画的这个精神在 然后我们现在在插揽这个树丛 现在是在揽墨 揽墨就是处理出它的这个明暗 还有远近的层次 还有就是增加画面的这个厚实感 还有就是为染色而铺路 染了墨以后 我们染的颜色呢 也会比较沉稳 不会轻浮 假如不染墨的话 直接染色的话 这个颜色就会觉得很轻浮 不踏实不厚实 染的时候都是在对岸的地方开始染起 一边染一边也可以修饰画面 传统的国画 太过追求笔墨的形式 所以它在画面的表示 就是为了完整表现线条之美 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很严谨的张法在处理画面 那这个严谨的张法 当然是让画面这个有一个特色 但是也是局限了这个自由创作的那种创作的精神 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国画想要推广至国际 而不是少数人欣赏 少数人看得懂的 一定要改良 这个也是我推广现代国画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就是要把中华艺术发扬出去 南墨是整理的功夫 也是收拾的功夫 这个在处理的时候 就是要细腻要扎实 在画的这个笔墨上 在处理笔墨上 我们可以像工笔的话 就比较清秀严谨的线条 表现出一种秀意之美 俊秀之美 在山水重气室 血液的山水就是要表现笔墨的那种豪迈之气 豪气出来 而且肯定出气 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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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中的这个线条 更可以展现出山水的这个气势 然后再配以这个蓝墨 蓝色 这个恰当的处理 展现浑厚的这种质感出来 在蓝的时候是要终观整体 就是要以画面整体的西药来做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艺术》 艺术最可贵的就是要创作 人类的文明也是因为创新而进步 艺术也是这样 你要创作艺术才会进步 你如果是没守成规 抄袭 临摹 只会是越来越左样 而且阻碍的进步 找到了 三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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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蓝茜是分层次在做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生鲜子 生鲜子本身就是蓝化又蓝处理的纸张 但是生鲜子能够表现出国化的韵味出来 它的瓝莹特别好 它的韻味特别好 不会像棉子那么干涩 但是呢 在处理的技巧上 就要比较困难一点 我们分层次来染墨 先从浓的 然后慢慢到淡的 一层一层的处理 一边染一边还可以带春 补春差的不足 染不是只有染 染还可以补修饰画面 补它不足的地方 一幅画是一直慢慢修饰到完美 所以我们在染的时候 一定要很有耐心 因为这个整理 一定要小心收拾 所以就常讲一句话 大胆下笔 小心收拾 其实国画界有很多的道理 很早就提出来的 很早就有古人一直讲的 比如说 物尼古 就是不要被古人所居限住的 不达在于玉格 那是不是不太容易 不是èn 它也算不需要 没有种植物 都没有用 可以注意 没有用 是什么 都没有用 有种植物 没用 有种植物 大部分的處理方式都是由進化到遠